暖阳家境优越属于开着豪车 正月薪的富二代群体 每天下班后最喜欢的就是 和朋友们一起泡夜店 他出手阔绰大方 有时朋友还会在带朋友 经常喝完酒还认不清谁是谁 这天酒局里出现一个叫丁杰的年轻人 不仅常得帅气情商也高 哄得暖阳格外开心 暖阳问丁杰跟谁来的 他怎么不知道哪个朋友这么有品位 认识丁杰这么有趣的灵魂 丁杰不答反问是不是在称赞自己 暖阳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当然是称赞丁杰 丁杰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 赞内涵是不是他常得不够帅气 丁杰很生气让暖阳叫他靓仔 暖阳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两人一见如故格外亲密 快散场时丁杰又端来一杯酒 说他家司机提前到了正在外面等着 喝完这一杯丁杰送暖阳回去 众人一听故意起哄发出声 暖阳笑着喝最后一杯 跟着丁杰出门上了他的车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没过多久 暖阳只觉得眼皮重隔抬不起来 很快在车上昏睡过去 等暖阳醒来后 只见自己躺在一个陌生房间的床上 嘴里被塞上了毛巾两只手腕被绑了起来 身边围着几个戴着眼罩 紧穿着内裤的男人 他一扭头看到床边还架着摄像机 瞬间头皮发麻 那些男人开始走了过来 暖阳极度惊恐大声叫着徒劳挣扎起来 暖阳虽然爱玩夜不归宿的情况却很少见 他的父亲严冬立刻报警 民警们根据监控找到车辆 发现是有人在一家租车公司临时租赁的 租赁人丁杰登记的信息也是假的 暖阳失踪48小时后 严家收到一个神秘包裹 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存储器 严冬插到笔记本上读取后 看到了暖阳被捆绑在床上嘴里塞着毛巾 惊恐的瞪大眼睛叫着挣扎着 多名戴着眼罩的男子围绕着他 随后轮流发生关系 看到那一幕严冬怒目而是攥紧了拳头 暖阳的妈妈痛哭失声当场晕了过去 视频播放到最后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穿着玩偶熊的人偶 一手拿着个布娃娃一手拿着一把作响的电锯 对着镜头把布娃娃的头切了下去 布娃娃顿时伸手一触 绑匪只给了三天的时间 拿不到他要的赎金 暖阳就和羊娃娃一个下场 绑匪要的赎金并不是钱 而是一颗失踪了二十年的人头 案子移交到刑警队时 程四位顿时感到压力巨大 二十年前通达汽车配件厂家属院附近 发生一起凶杀案 厂长的儿子黄云彪被人杀害后 头颅被凶手割掉带走了至今没有找到 绑匪要的就是这颗头颅 要在短短三天内 破获二十年前的悬案 找到失踪了二十年的头颅 这谈何容易 程四位立刻召集大家开碰头会 沈南竹翻开卷宗 找到刘存的案发现场图片指给大家看 泛黄的纸张上果然有一具无头尸体 沈南竹说根据当年刘存的资料来看 波耿与头颅分离的横截面 有多次砍创的痕迹 要么就是凶器不够锋利 要么就是犯罪嫌疑人力气有限 现场没有采集到指纹 但有劳保手套的残余纤维 经当年办案人员核实 这种手套是通达契配厂免费发放给员工的 这种劳保手套家家户户都有一大堆 并没有据此调查到有效信息 程思薇问失踪的女孩 和当年被害人黄云彪一家是什么关系 沈南竹说按时间推算颜暖阳出生时 黄云彪已经出世大半年了 两者之间不会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颜暖阳的父母小时都是 住在通达契配厂家属院的 推测和被害人黄云彪应该是认识的 具体什么关系没有记录 程思薇快速翻看一遍卷宗 分析说颜暖阳只是一颗棋子 绑匪的目标是他的父母 黄云彪被杀后头颅被残忍割走 凶手也没有抓到至今还是悬案 不排除是受害者家属在私下调查 有可能是一时冲动 挺而走险做出的举动 大家纷纷点头 程思薇安排一组重点调查 当年被害人黄云彪的家人 二组围绕当年通达契配厂就案进行走访调查 程思薇先去见颜冬 了解颜暖阳失踪前后的具体情况 剩下的人手全部追击丁杰 颜冬虽然人到中年 但身材薄阳很好衣着得体 果然是成功人士的风度 程思薇见到他时 颜冬正在妻子田丽的房间照顾他 田丽因为长期精神衰弱他们一直分房睡 自从暖阳出世后 田丽的精神状态就激进崩溃 不眠不休日夜流泪 颜冬说杨阳已经受了大苦了 如果杨阳生命安全再出点问题 他们夫妇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请程思薇尽快调查把杨阳找回来 程思薇点点头 说他们的心情他能理解 如果绑匪是要钱那多大的数额都好办 但现在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既然绑匪冲着他们来了 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他们要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为找回颜暖阳争取时间 颜冬立刻保证他们一定全力配合程思薇 只要杨阳能平安回来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程思薇开始询问黄云彪是怎么死的 颜冬唾口而出被人杀死的 当年那起案子太轰动了 黄云彪是黄厂长的独生儿子 被人杀了后头也被割走了 一直都没找到 那是大家都知道 程思薇看着颜冬的眼睛一字一句的问 黄云彪的头在哪里 颜冬一愣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怎么会知道 他们要是知道就直接告诉绑匪了 程思薇说他换个方式来问 当年是谁杀了黄云彪 程思薇见颜冬要反驳立刻伸手拦住他 说如果颜冬真的一无所知 绑匪就不会以他女儿相要挟 找颜冬要人头的下落 颜冬硬生生把要说的辩解之词咽了回去 却也一时半会没打算再开口 神情警惕地看着程思薇 程思薇掃视颜冬和田丽一眼 说二十年的悬案早几天和晚几天找到真相 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他们是在为颜暖阳争取时间 颜冬内心还在苦苦挣扎 田丽已经撑不住了哭着说老颜 他们应该要把全部都说出来 程思薇静静等待 颜冬长叹一声还没开口 泪水已经先湿了眼眶 据颜冬称他和田丽青梅竹马 父母都在通达气配场上班 他们从小就在同一个家属院长大 两人彼此有意就差正式告白了 那是临近春节的一天 银沉许久的天空洋洋洒洒飘起了雪花 对于浪漫的年轻男女来说 出雪是个特别的日子 颜冬决定干点大事 他要在这一天约田丽去后山的岳老祠看雪 正式向田丽告白 在这么特别的日子 约在这么特别的地方见面 田丽显然猜到了颜冬的想法 欣然答应赴约 当时颜冬刚要出门时 刚好碰到家属院的一位 姓林的邻居要换煤气罐 他的腿有残疾就招呼严冬帮忙 严冬没办法只好先去帮忙换煤气罐 等严冬忙完以后赶到时 只见到田丽彭头乱发 衣衫凌乱的缩在岳老祠的角落里 田丽被黄云彪强暴了 田丽说他被欺负后 黄厂长找到他爸妈赔了一大笔钱 他妈就劝田丽那种事张扬出去 男的固然要坐牢但女孩子的名声也坏了 还不如悄悄拿底钱实惠 时隔那么多年田丽在说起这件事 浑身依然在微微发抖 成思维陷入疑惑 田丽家人同意私了 严冬忍辱负重也要和田丽结婚 他们都不会再动黄云彪 那黄云彪是谁杀死的 严冬说当年警察调查时 怀疑过是不是有人报复黄厂长 当时正赶上下岗朝常理笑意不好 不少工人被裁了 难免会有人有怨气 程思维说这一块他们也会调查 他们已经加大力度 在追击那个叫丁杰的年轻人 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严冬说杨阳已经被坏人欺负了 不能再出别的岔子了 严冬话没落音 田丽又哭了起来 田丽自己曾遭受过强暴 现在女儿又遇到这种事 她几乎已经无力承受 程思维起身告辞她无意中看了一眼床头柜 发现上面摆着一张镶着近况的老照片 上面是年轻时期的田丽和严冬 旁边还有一个男孩 旁边日历上有划过的痕迹 12月28日那天被圈了出来 那是三天后绑匪约定的日子 她心念一栋拿起记号笔看了看 轻轻放回原处没有说话 程思维开车赶回对立时 突然接到小唐的电话丁杰被抓住了 程思维原以为找到丁杰 就能顺藤摸瓜找到绑匪结果大失所望 丁杰的真实身份是临时一家夜店的男公关 当天是受雇接近阎暖阳 她把阎暖阳带出夜店后 就被一个神秘人接走了 程思维问是什么人顾她的 丁杰说这种事谁还上来先报名字 不过一直和她联系的是个女人 开车来接阎暖阳的却是一个男人 男人戴着口罩墨镜 丁杰没看清楚男人长什么样 丁杰如实交代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程思维赶紧开碰头会 汇总各组调查结果 根据一组的调查结果 黄云彪当年被杀后她的父母备受打击 夫妻俩经常吵架黄云彪遇害两年后离婚 黄云彪的父亲很快又娶了一个年轻妻子 生育了一子一女 目前过着幸福的生活 黄云彪的妈妈叫杨小敏 多年来一直没有走出丧子的阴影 至今没有再婚 程思维等人立刻传唤了杨小敏 没想到杨小敏淡定无比 一点都不恐慌 严暖阳出事时她有完美不在场证明 程思维说案件复杂性不同 就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严暖阳被丁杰带走时 杨小敏不在场并不代表她没有参与 不要以为杨小敏不说她们就没有办法 杨小敏出言讥讽 她们那么有能耐那她儿子的头在哪里 她都不代问她们凶手找到了没 她就问她儿子的头她们有没有找到了 程思维被问得说不出话来 杨小敏冷笑一声说只有不到两天了 她们还是赶紧去找晚了又要出人命了 小唐抓住了杨小敏话里的漏洞 压抑着兴奋之情 质问杨小敏怎么知道只有不到两天了 她怎么知道晚了要出人命 杨小敏神经质的大笑起来说因为她是同谋 小唐瞠目结舌 被杨小敏不按套路出牌的打法高猛了 杨小敏的确是绑架犯的同谋 丁杰听了杨小敏的声音 证实杨小敏就是和丁杰对接的女顾客 杨小敏不按规矩出牌 摆出一副号到底的姿态 根本就没打算透露一句 更让人沮丧的是 警方查到杨小敏曾因精神病入院治疗过 她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能成为有法律效力的证词 距离绑架犯给出的时间 已经进入了倒计式状态 程思薇不敢在她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继续加大力度排查 严卵阳到底被关在哪里 那个神秘街头人又到底是谁 关于当年案发时的情况 二组走访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 通达契配城家属院前几年已经拆迁了 原住民分散到附近几个小区 走访难度很大 正如严东所说 当时通达契配厂大量裁员人口流动性很大 很多人都是举家搬迁 犯罪嫌疑人正好是在这个时间段作案的 杀了黄云彪后离开根本不会引起太多人注意 二组同事递过来一张老照片说 那是在一位姓林的老人家发现的 林大爷原本住在契配厂家属院 他年轻时腿脚就有残疾 说有几个孩子经常帮他跑跑腿什么的 那是有次社区做文明活动 特意给他和孩子们拍的合影 陈思威细细端详 几个青色少年围绕着在林大爷身边 严东和田丽都在上面 突然田丽身边的年轻男孩 引起了陈思威的注意 那个男孩 陈思威在田丽卧室里的相框里见到过 陈思威拿着照片来到林大爷家 问林大爷那个男孩是谁 林大爷带上老花镜分辨了许久 说是飞龙 陈思威问飞龙 是不是也是契配厂家属院的孩子 林大爷笃定的说是杨家的小子杨飞龙 那小子和田丽情投一合跟一双小鸢鸯似的 还把严东难受得不行 林大爷当时还以为能喝上他们的喜酒 没想到最后还是严东和田丽走到了一块 陈思威恍然大悟 为什么时隔多年 田丽依然把杨飞龙的照片摆在卧室 原来还有这段缘故 据林大爷说 杨飞龙性子虽然也一些 但本性不错还勤快 经常帮林大爷干活 黄云彪出世那天 杨飞龙还帮林大爷换了一贯液化器 陈思威急忙问黄云彪出世那天 是杨飞龙帮林大爷换的液化器 林大爷确定真的没有记错 那么多年了他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林大爷说当然没有记错 黄厂长儿子的头就是那一天被人割走的 12月28号那么大的事能忘不了 当年杨飞龙的爸爸也被裁员下岗了 原本说的是过一个月在走 结果黄云彪的事一出来 很多打算走的人都提前走了 杨飞龙一家也匆匆忙忙动身了 陈思威听到12月28号 头顶顿时滚过一道惊雷 严东和田丽都没有说实话 杨飞龙和严东都喜欢田丽 但显然田丽更清新杨飞龙 杀死黄云彪的极有可能是杨飞龙 那件事成为他们夫妇绝口不提的秘密 时间过去了20年 12月28日是杨飞龙杀人案追溯期满的日子 所以田丽才会特意圈出来 陈思威一开始以为是倒计时绑匪给的日期 后来发现记号比干涸了 才一时到那个圈是之前画上去的 田丽对杨飞龙念念不忘 两人暗中很可能一直有联系 是不是杨飞龙记恨严东的夺妻之恨 在故意报复 陈思威单独和田丽见面 说出自己的推断 田丽非常激动 唾口而出说陈思威在胡说什么 飞龙不可能会伤害暖阳 陈思威逼试着田丽 说田丽怎么那么肯定 他就这么相信杨飞龙 如果现在他还有所隐瞒 他们很难保证能救出他女儿 田丽被逼到绝境 捂着脸哽咽说杨飞龙是暖阳的亲生父亲 亲生父亲不会那样对自己的女儿 成思威大伪惊议 田丽说当年杨飞龙和严东都在追求他 田丽只是把严东当哥哥看待 当时田丽和杨飞龙已经偷吃过禁果 而且不慎怀了孕 那天田丽和杨飞龙约在后山上的月老祠见面 其实是商量如何处理打胎的问题 结果杨飞龙临时帮林大爷换夜化器 耽误了时间 他在等杨飞龙时 被黄厂长的儿子黄云彪欺负了 飞龙是个性子很野的人又容易冲动 他知道后没说什么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 黄云彪就被人杀了头也被割走不见了 田丽沉浸在回忆里 语气悲伤无奈的说 当时他就猜测是杨飞龙干的 杨飞龙逃亡时田丽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是严东给了田丽和孩子一个家 后来暖阳出生后 杨飞龙偷偷回来过一次 要带他们母女两个走 可当时田丽已经走不了了 程四威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绑架暖阳的人是严东 严东被拘捕时一点都没有反抗 田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像一直被激怒的母兽 问严东为什么要这样 严东觉得好笑说田丽当年选择留下来 是为了给暖阳一个安稳富足的成长环境 现在杨飞龙二十年追溯期到了 他们就要一家团聚了 严东是不是应该主动提出离婚成全他们 田丽一句话都反驳不了 那么多年田丽对杨飞龙念念不忘 甚至和严东分房睡觉 还在卧室摆着杨飞龙的照片 严东不可能坦然接受 换成其他个男人也不可能接受 田丽扑通跪在严东面前 求严东把暖阳还给他们 严东抬起手腕看看时间说 能救暖阳的只有杨飞龙 现在离杨飞龙杀人追溯期还剩下两个小时 暖阳能不能活下来 就要看杨飞龙是不是会出现了 此时大家能做的也唯有等待 杨飞龙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了二十年 对他来说再过两个小时就自由了 杨飞龙会不会为了女儿出现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在倒计时最后的半小时里 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外卖员走进警局 他面色平静用粗糙的大手打开背着的外卖箱 里面是一只沾着泥土的骷髅头颅 杨飞龙在规定的时间内自首后 严东说出了暖阳被困的地址 程思薇带人找到地方 发现是一栋干净整洁的旧楼 暖阳不但由保姆和保镖专门照顾看护 严东甚至还给暖阳安排了健身课程 严东利用杨小敏寻找儿子头颅的执念 让杨小敏找丁杰接近暖阳 然后严东就从丁杰手里 把暖阳接到这里藏了起来 严东自导自言找了一个 和暖阳身材相近的小姐拍下强暴视频 寄到自己家里就是为了逼杨飞龙出现 程思薇问严东是如何确定 杨飞龙一定会出现的 严东面色欺然说他了解杨飞龙 就算杨飞龙经过这些年的逃亡改变了 也一定会为了暖阳出现 没有哪个父亲能做出伤害女儿的事 曾经是严东最好的兄弟 现在严东亲手把杨飞龙送进了监狱 程思薇说杀人犯的二十年追究时效 指的是杀人后司法机关没有立案的情况下 一旦立案就不受这个追诉时效的限制 将进行终身追诉 就算杨飞龙没有出现 他被抓住也一样要承担迟来的审判 严东点点头 迟疑的问暖阳会不会 程思薇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严东和田丽结婚后并没有生育第二个孩子 严东的暖阳这个非亲生的女儿 应该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全部温柔和期待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